CROSS HELMENT 智慧型安全帽 一款在2018年就在台發布募資的高科技產品 鬼抓我睽違了三年 真的是整整三年啊 終於在今天我成為了全台灣第一位使用到的 頂配版的CROSS HELMENT的試用者 不是為什麼只有你拿到頂配版的 那還用問嗎因為我是台中人 在這個生活步調越來越快的社會裡 越來越多的智慧型產品橫空出世 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汽車 智慧型馬桶 智慧型女友 智慧型安全帽 打開儀式感滿滿的箱子 首先看到的就是帽子本體 和一張專屬會員卡 另外鬼爪在這邊強烈建議 到底是哪個攻毒生綁這個繩子 我建議你們立刻開除它 帽提採用的是鬼爪最愛的消光黑 估計這個會需要好好的保養 來維持它的光澤 帽提內側是兩個超大的耳機 但是並沒有設計眼鏡鉤 箱子裡面附了充電線和充電頭 看這個線材應該是一般的Type-C 實測後發現手機充電線 也能順利的幫安全帽充電 箱子裡面也附上了使用說明書 但是我們很聰明 所以不需要看 藍牙連線後可以連接手機接聽電話 並操縱音樂音量等等 使用上還算靈敏 至於安全帽使用的是這種 插扣式的插膠 鬼爪自己也還是比較習慣使用雙低扣 而且它在插孔的金屬處 其實沒有設計軟墊 綁緊的時候下巴會有點異霧感 抬頭顯示按一下開關 可以做開啟或關閉 那這個部分實在沒有什麼辦法拍攝 但是跟廣告裡面其實差不多 使用它的手機APP導航時會出現距離 轉彎指是時間等等的 接下來就讓我們帶上它到路上 實際去騎兩圈來看看 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這邊這邊 首先帶上它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首先帶上它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在下巴處沒有任何的包覆 這讓我沒什麼安全感 我覺得這其實並不能算是一頂 百分之百的全罩式安全帽 比較像是有殼的四分之三 面部頭頂的通風性只能說是上殼 而且它的鏡面不是很好開 那這對於鬼爪這種對鏡面有強烈強迫症的人來說 實在痛苦 除此之外 整體感受還算舒服 鬼爪帶的是他們最小的size 那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還算穩固 可是如果可以再多出更多更小的size 應該會比較符合亞洲人的頭心 再來講到它最大的優點 後鏡頭系統 這個東西真的超好用 像是鬼爪這種常常背著包包的人 有時候要轉頭看後面的來車 其實不是很方便 這個電子後視鏡 讓我現在連頭都不用轉 可以直接看到後面 那的確是有達到他們宣傳的360度無視角 視野真的非常開闊 另外它的藍牙觸控面板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用 戴著手套一樣非常好操控 以前用藍牙耳機可能還需要東按西按的找按鈕 現在這個面板這麼大塊 我隨便抬手直接滑直接按 完全沒有代勾 但是在長時間騎乘下它的問題也出現了 由於帽體鏡面的撞風面積很大 在高速騎乘時風罩和隔音的表現不是很好 在時速大約70公里時風罩就已經蠻大的了 對於長途騎乘來說耳朵會比較疲勞 不過整體來說帽子本身還算舒服 通勤師戴這頂帽子也是非常方便 最後要講到它的外型 這個外型真的是一大亮點 超有未來感 一路上一堆人都在看你 還好它有附贈默片 不然戴著這個在路上其實 尺度真的是蠻高的 因為你一定會吸引一堆人的目光 總體來說這個新產品還有一些小問題需要改善 像是它的導航系統 雖然是使用Google map的圖枝 但是軟體本身還有點呆呆的 介面也還需要改進 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但是哪個創新的東西是一出來就完美無缺的呢 鬼爪本身已經算是非常習慣帶全罩了 我還是會希望在下巴的保護性可以提升一些 至於官方也有對我針對他們下巴的質疑做出回覆 他們認為過緊的內襯是騎乘壓力的來源 也會讓騎士不好呼吸 官方基本上給他的設定是一頂舒適好戴 運用高科技避免危險的科技產品 所以不會像一些競技帽那麼的Hardcore 主要還是以輕鬆舒適為主 總體來說我給這頂安全帽8分 Cross Hellman X1現在在哲哲上的鑿鳥價格是10999 頂配版的價格是53000多 那的確是不太親民的價格啊 但是價格不是一個產品的缺點 價格太高 是你的缺點 今天你的戶頭裡剩500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杯50塊的手搖杯很貴 但是今天你的戶頭裡有5000萬的時候 我可以買手搖杯來洗澡我都不會覺得奢侈 那最後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加油 讓我們一起努力成為可以每天買手搖杯洗澡的土豪吧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顧魚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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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再 grosse الأから音樂 著名人